同学们好,22中级财管零基础先修班,我们继续 财务管理是以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 以货币时间价值风险成本以及会计信息系统 所提供的信息为基础所做的事前决策 前面的课程里面我们已经介绍了 筹资决策、投资决策、营运资本、管理的基本思路程序和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财管的第四个内容啊 收益分配 好,这是第十一讲啊 第四个财管内容 先来看一段导言 收益分配是由广义与狭义之分的 广义的收益分配呢 指的是对于企业收入和净利润的分配 包含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收入对成本费用的补偿 实际上初次分配 也就是弥补各项成本费用 对收入分割与分派的过程 那第二个层次是狭义的收益分配 也就是对企业净利润的分配 这是对初次结果分配 初次的这个分配结果的一个再分配的一个过程 我们通过利润表能看到广义分配与狭义分配的这个过程 当然呢 你能看到广义分配的过程 狭义分配的过程在利润表上看不到 但是能看到狭义分配的起点 广义分配的起点就是利润表的第一行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 弥补各项成本费用 其实就是一种广义分配的过程 比如说弥补营业成本 那营业成本里面有相当于把收入分配给员工呀 分配给供应商 像材料货款 那税金及付加 还有所得税费用啊 这是分配给国家以交税的方式 那销售费用 这里面有 比如说啊 供应商有广告商 管理费用有管理人员的工资 那财务费用啊 相当于收入一部分是分配给了债权人 那么还有 呃 营业外收入支出 啊 财务费用 那就相当于收入一部分呢 分配给了债权人 这都是收入分割与分配的过程 这是广义分配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把刚才所说的这些广义的分配啊 完成以后还有一个净利润 那净利润呢 要进行二次分配 也就是要分配给股东了 要考虑分不分红的事情 所以广义的分配 包括了啊 营业收入 在净利润之前的分配 和净利润之后的分配 那么以营业收入为起点的分配 是一种广义的分配 而以净利润为起点的分配 是一种狭义的分配 也就是仅考虑企业和股东之间的这种关系 呃 那么我们所探讨的收益分配 的决策 其实主要就是决策 净利润的分配问题 就是给股东分不分红的问题 因为呢 在净利润之前的这个分配的过程 实际上并不是在收益分配决策当中考虑的 啊 我们在前面筹资决策里面 决定了财务费用的高低 那投资决策里 也决定了我们主营业务收入的方向啊 呃 还有我们日常的营运资本管理里面 也决定了我们所消耗的料工费等等 所以讲收益分配决策 其实是指狭义的分配 也就是对于净利润的分配 那么对于净利润的分配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 分配应该按照如下顺序进行 首先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那弥补的是五年前的亏损 因为近五年亏损 可以用税前利润去弥补 接着呢 提取法定的盈余攻击 以及任意盈余攻击 之后呢 就是对于投资者 来分配股利了 而我们所讲的决策 就是从第四点 蓝色的这句话开始的 我们要探讨啊 要不要给股东分红 以及呢 分多分少的问题 所以本讲内容 也就是在 给同学们先行铺垫一些知识啊 向股东分配利润 那么我们讲讲股利的政策 股利的形式 以及股利的程序 首先呢 股利的政策先来看看啊 我们教科书上讲了 有四种股利政策 剩余股利政策 固定或稳定增长的股利政策 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 以及低正常股利加额外股利政策 这是收益分配 这个狭义分配过程中的重点内容 也是本章会考到主关题 也就是计算的一部分内容 首先我们看看剩余股利政策 剩余股利政策又是这四种股利政策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 所谓剩余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呢 公司有一个好的投资机会 我们要根据目标资本结构 目标资本结构也叫最优资本结构 是我们在筹资决策里面所确定的 那最优资本结构 就是使得公司价值最大 综合资本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 企业希望保持这样的资本结构 所以一旦有了好的投资机会 我们都按照目标资本结构去安排资金 为的就是让企业价值要最大化 公司价值最大化 这是股东财富最大化 最用目标的替代表述 所以呢 有了好的投资机会 我们根据目标资本结构呀 算一算这个投资额当中 需要多少权益资金 当然剩余的就是负债资金了 那么权益资金呢 我们先内后外 先从盈余当中留用 那么有剩余的盈余了 我们就可以作为鼓励发放了 这叫剩余鼓励政策 那依据我们此时没有介绍鼓励理论 在教科书上讲四个鼓励政策 之前有鼓励相关论 鼓励无关论 那鼓励无关论认为 鼓励发不发 发多发少和公司价值都没有关系 公司的价值就取决于企业 未来的投资项目 以及盈利水平 而相关论就要讨论了 鼓励发放和这个股东财富 是有关联的 所以这里剩余鼓励政策 主要看明年的投资机会 根据目标资本结构去 安排投资的权益资金 有剩就分 不剩就不分 因为企业价值跟分不分 也没有关系 那具体的步骤就是 设定目标资本结构 然后确定最佳资本预算 也就是明年新投资的 这个项目需要多少钱 根据资本结构 来看看权益资本数额 最大限度使用 当年净利润当中的 留存收益 来满足权益资金的需要 有剩余就分 没剩余就不分了 这样做的优点是什么呢 因为要按照目标资本结构 去安排投资的资金构成 所以是有利于实现 企业价值的长期最大化的 但缺点就是 我第一个考虑是明年的投资 第二个要遵照目标资本结构 所以每年的鼓励发放额 会随着两个因素的改变而改变 一个是明年的投资机会 投资机会就会导致 我要多留存要少分红了 要没有投资机会 可能分红分的多 还有盈利水平 那将当年的净利润少 如果也都要满足投资需要 那就所剩无几了 所以鼓励的发放 会随着投资机会和盈利水平的改变而改变 那么盈利水平不变的情况下 投资机会多 鼓励发放额就少 投资机会不变的情况下 盈利如果少 那么鼓励发放的就会少 所以鼓励会忽多忽少 不利于投资者安排收入支出 也不利于树立公司好的形象 这个公司呢 鼓励逐年稳定增长 那形象是很好的 但是你这个忽多忽少 那对公司树立良好形象是不利的 所以这种政策呢 适用于初创阶段 因为初创阶段 公司首先满足的是项目的投资 然后要力稳脚跟要发展的 还不是股东作响 启程的时候 我们看一个例子 来了解一下 剩余股励 政策下股励发放额该如何计算 2019年 净利润是1000万 2020年的投资计划当中 需要投资1200万 目标资本结构 权益占60% 债务占40% 那按照目标资本结构 明年这个1200万的投资 其中720是权益的成分 那1200再减去720 也就是有480万 你去借钱去 融资租赁去 或者发债券 是保持负债成分的 那么这个720万的权益资金 我们首先用留存收益来满足 那2019年的净利润有1000万 1000万里面呢 拿出来720万 满足明年投资的需要不能动 剩余280万就可以分红了 如果这个公司流通在外 普通股 1000万股的话 每股的股利为0.28元每股 这就是剩余股利政策 第二种啊 叫固定的或稳定增长的股利政策 是指呢 每年派发的股利 固定在某一特定水平 每年都是一股一块 或者在此基础上 按照固定比率计逐年增长 你看我们前面讲过 股票的价值评估 那根据未来的股利啊 的限制来计算股票的价值 我们讲过股利固定 还讲过股利按照 继续逐年增长嘛 啊就是讲的 就是这种股利政策下 然后我们来对股票的价值 进行评估的哈 那么只有公司确信 未来盈于没有逆转时的时候 才会宣布实施这样的政策 那依据理论是 一鸟在手理论 以及股利信号理论 一鸟在手讲的是什么 也叫手中鸟理论 就是双鸟在领 不如一鸟在手 你说树林里飞的两只鸟 也不如我握着一只鸟 心里踏实 你说不要分红了 咱们明年干票大的 有大项目 赚钱更多以后分的更多 拉倒吧 你还是先分给我 我心里踏实 这就是要主张分红的一种理论 而且呢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 分红会给股东传递一种信号 就是公司盈利是比较好的 那么这种政策的优点是什么 树立良好形象 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 然后一直是稳定的 或者逐年增长的 也有利于投资者安排收入和支出 并且呢 我们把股力维持在稳定的水平上 即使推迟某些投资方案 或暂时偏离目标资本结构 也比降低股力更好 我们就维持住了 可能明年有个投资机会 要不别维持了 咱们投资吧 那你不维持这个股力去投资 可能就会根据信号传递理论 传递很不好的信号 对公司的伤害会更大 所以呢 索性我们就维持在这个稳定的水平上 缺点是 股力支付与盈余是脱节的 不管盈利好盈利不好 都按照固定股力去支付 可能会导致资金紧缺 甚至财务状况恶化 当然这是书上写的 我们股力政策 我们是可以股东大会去开会的 就都恶化了 还要硬着头皮去分红 也不大可能 那书上就这么写的 你就这么去理解 然后第二个 在无力可分的情况下 你还要实施股力政策 是违反公司法的 所以这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政策 具体公司采用什么政策 还要根据具体实践 所以也不会恶化的 一般这种政策 适合于什么 经营比较稳定 而且在成长期 盈利也是逐渐增长的情况下 我们才会用这样的政策 第三个 固定股力支付率政策 也就是 每年净利润的固定百分比 作为股力分派给股东 我们把这个支付率确定下来了 前面我们在铺垫知识的时候 也讲过销售百分比法 销售百分比法下外部融资额 等于啥来着 A除以S1乘以ΔS 减去B除以S1乘以ΔS 减去S2乘以P乘以E S2是下年的销售额 P是营业净利率 E是利润留存率 这个E呢 就等于E减去这里的 股力支付率 也就是净利润里面 一部分是留存的 一部分呢是支付的 所以呢 股力支付除以净利润 就是股力支付率 留存收益除以净利润 那就是利润留存率嘛 利润留存率和股力支付率 加起来是等于1的 那么理论依据也是相关论 你要分红的啊 分红会传递一个好的信号 有助于股东财富的增长 企业价值的提升 优点就是啊 固定了这个支付率以后 股力的支付和盈余 就紧密配合了 多赢多分 少赢少分 就不赢不分 而且对于股东来说 持股比例高的 然后分红就会多啊 股数多的分红多 投资少的 那分红少啊 好 接下来啊 公司每年按照固定的比例 从税后利润中支付现金股利啊 从支付的角度看 这也是一种稳定的股利政策 缺点就是啊 收益啊 不稳啊 每年赚的多就分的多 赚的少就分的少 导致股利也是波动的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 好像这公司经营的不稳一样 而且呢啊 固定了这个比例以后 就会使公司有较大的财务压力 啊 那我利润的 比如说30%就得分红 如果明年需要钱 你也得把30%拿出来分红 而且呢 净利润是会计全责发生之下的口径 利润有不一定有现金啊 所以也会导致有财务压力的 有利润 但是你分红是要用现金的 所以合适的比例确定难度是比较大的 那适用于稳定发展 财务状况也稳定的公司 好 第四种 低正常加额外鼓励政策 是指呢 公司事先设定一个比较低的正常鼓励额 啊 然后这个就是权衡了上面鼓励政策的优缺点 而折中出来的一个鼓励政策啊 不能不发 还是要发一点 但是除了正常的鼓励之外 如果盈余较多的年份啊 盈余充裕的年份 我再发额外鼓励啊 理论依据也是相关论啊 发放鼓励有助于提升企业的价值 优点就是赋予公司有较大的灵活性了 啊 少量鼓励 然后呢 盈余有多的年份再多发啊 这样的话呢 公司就会比较主动 然后第二句话就是每年讲课啊 每年讲到这句话都有 我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啊 你低正常加额外鼓励就能 使那些依靠鼓励度日的股东啊 每年至少可以得到虽然较低 但是也比较稳定的鼓励收入啊 从而吸引住这部分股东啊 确实有依靠鼓励度日的啊 靠着炒股去生活的 但是我的理解是我有闲钱 我才会去炒股的哈 你感受一下这句话啊 那缺点是各年之间盈利的波动 使得额外的鼓励是在变化的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 也会传递一种 这个公司收益不稳的这个情况 而且呢 这里面有个心理学的贝博定律啊 贝博定律 贝博定律就是 你不要对一个人太好 要不然的话 对方就习惯了 觉得这是正常的 天天下班都烧他 有一天你有事 没跟他说 好像还得罪了他一样 这个额外的鼓励 老发老发大家就觉得是正常的 有一天一旦取消 本来是正常的 但是传递出不可逆转的一种 不良信号啊 股东人为公司恶化了 当然缺点 筑块书上是没有的 只说优点 没有说缺点 终极的书上是会探讨缺点的 那这个方法呢 适用于啊 盈利随着经济周期 波动比较大啊 或者呢 盈利与现金流量不稳定的时候 那么用这种方法 可能是一种折中的选择哈 好 我们下面呢 来看一道题目 看一道案例 这个案例里面呢 把刚才的几种鼓励政策 通过数字都呈现了一下 来帮助同学们理解理解啊 这些鼓励政策 下啊 鼓励啊 发放额该如何计算 好 一共啊 有五个要求 第五个要求呢 是描述上述鼓励政策的优缺点 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把一二三四来说一说 那么先看一下啊 案例信息 假公司是一个能源类上市公司 当年取得的利润呀 夏年分 18年净利润是一万万元 19年呢 分配了现金鼓励三千万 预计呢 19年年底就知道了 净利润是一万两千万元 然后2020年只投一个项目 投资额呢 是八千万 好 先看第一问 用固定鼓励政策的话 那19年的净利润当中 应该分配多少 啊 鼓励 从而我们计算一下 鼓励支付率是多少 那固定鼓励政策下 那18年的净利润 在19年分了三千万 那19年的净利润的 一万两千万里面 也应该是拿出来 三千万分红的 所以19年的 现金鼓励三千万 那计算鼓励支付率的话 三千除以一万二 等于百分之二十五 好 第二个要求 如果用的是固定鼓励支付率政策的话 那么2019年的 鼓励支付率是多少呀 那么19年的鼓励支付率 要等于18年的鼓励支付率 18年的鼓励支付率 三千除以一万 等于百分之三十 那么19年也是百分之三十 那如果让你算一下 2019年的鼓励发放额是多少呢 那就净利润 一万二乘以百分之三十 等于三千六百万元 好 第三问 如果用剩余鼓励政策 目标资本结构 负债比权益二比三 那么2019年 鼓励支付率是多少呢 那么2020年 投一个新项目 是八千万 八千万里面 权益资金占多少呢 负债和权益二比三 总资本是五 其中三份是权益 所以八千乘以五分之三 四千八是权益资金 那显然三千二呢 要负债了 好 那么这个四千八呢 就是在这个 19年净利润当中 需要留存下来的 那么19年能分红 分多少呢 一万二减去四千八 那剩余部分 叫剩余鼓励政策 就可以分红了 除以19年的净利润 计算鼓励支付率 百分之六十 好 那下面 第四问 如果用的是低正常 加额外鼓励政策 低正常鼓励 每年都发两千万 额外鼓励 是19年净利润 扣除低正常鼓励之后 余额的百分之十六 那来算算 2019年的鼓励支付率吧 那额外鼓励是多少呀 一万二减去 第一正常鼓励 两千以后 剩余部分的百分之十六 额外部分要发 一千六的 所以整体呢 2019年净利润当中 有两千加一千六 三千六 是分红分掉的 那除以净利润 鼓励支付率 百分之三十 优缺点我们不说了 这道题呢 把四个鼓励政策下 鼓励发放额 鼓励支付率怎么计算 展示了一下 好了 接下来我们说说 鼓励的形式 那鼓励发放的形式 最常见的是 现金鼓励的方式 就是发钱 然后呢 还有财产鼓励 负债鼓励 财产鼓励就相当于是 不发钱 发的是现金以外的资产 负债鼓励是已经宣告了 发现金鼓励了 结果又没钱 然后又给对方 一张票据 或者是债券做替代 那么又产生了 一个新的负债 那将来呢 负债 在偿还将会引起 现金利益 这个现金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流出 所以呢 这里啊 首先财产鼓励 和负债鼓励 首先要做一个区分 比如说企业 把自己的应收票据 或者持有的金融资产 这种债券 作为鼓励发放了 这叫财产鼓励 如果该分红没钱 企业自己签发了一张 那叫应付票据 或者呢 给了债券应付债券 那这叫负债鼓励 你要看财产鼓励 是资产的减少 而负债鼓励呢 是负债的一个增加 同学们 有见过财产鼓励吗 你有见过财产鼓励吗 曾经2013年的时候 有两个新闻啊 一个是南方食品 说给股东发黑芝麻糊 还有一个量子高科 给股东呢 发龟龄膏 都宣称自己是史上啊 定一家 然后财产分红的公司 但实际上呢 都不是 因为这两家呢 一家呢 黑芝麻糊是寄到 这个销售费用了 相当于做广告了 那另一家呢 是把这个食品啊 寄到营业外支出了 就像捐赠了一样 那要分红 一定是有利润分配 分配 鼓励的这么一个 会计科目的运用的 实际上这两家公司 都没有哈 另外呢 还有一种鼓励支付方式 叫股票鼓励 那股票鼓励呢 就是我要分红 那要给现金 但现在呢 我直接给股票 那照道理来说 我要增发股票 对方要给我钱的呀 那现在也没有给我钱 所以呢 其实呢 这是一种送红股的形式 相当于未分配利润 拿出来 但是不给钱了 转增了股本资本攻击了 把这种不太 永久稳定的 未分配利润 转成了更永久的 股本和资本攻击 其实也是有助于公司的 未来有稳定的资本 支持发展的 那么要注意一件事情 一旦讲到 股力分配这一章 往往呢 就会设计两个动作 一个叫股票分割 一个叫股票回购 要跟同学们说的是 股力支付的形式 只有这四种 现金股力 股票股力 财产股力 和负债股力 股票分割 股票回购 只是两种资本运作的手段 它不是股力分配的方式 但是客观上呢 它又能起到 和股力分配一样的效果 比如说股票分割 类似于股票股力 股票回购 又是现金的运用 类似于现金股力 所以关于这两项 资本运作的手段 我们后面基础班上 会横向对比 只是现在说 这不属于股力支付的形式 财产股力 负债股力 我们刚才区分过了 那股票股力 也是一个本章的 长考点 在主观题里 或者客观题里面会考察 股票股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要分红 一定是未分配利润减少 那么我国发放股票股力 一般是按照面值发放的 然后呢 未分配利润按照面值减少 然后股本按照面值增加 那西方呢 是按照市价来发放 股票股力的 那其中面值的部分 净股本 然后差额的部分呢 净资本攻击 那同学们考试的时候呢 我具体去 这个看题目就好了 我们用数字来说明一下 比如说呢 这个公司的 股本一共有1000万股 现在呀说 这个 每10股送一股 那每10股送一股 就意味着 要给股东 要送100万股股票 那发股票到照道理对方 是要给钱的 那股本和这个资产 也就是所有者权益和资产 应该是同增的 但现在呢 我给你100万股票 资产没有增加 而是未分配利润减少了 这是所有者权益内部的 此增比减 那这100万股 怎么减少未分配利润呢 假设呢 这个股票的市价是 5块钱 面值1块 现在呢 溢价部分是4块 那么现在呢 你要发100万股股票 所以100乘以5 未分配利润减少500万 这是按照市价发 其中呢 100乘以1进面值 那股本增加100万 100乘以4 资本公计的增加400万 这是按照市价发放 那如果按照面值发放 面值就是1 那么我增发100万 不是要增发送红股 100万股的话 未分配利润直接减少100万 100万放到股本里面就好了 增加了100万股 每股面值1元 这就是股票鼓励 我接下来呢 给同学们讲讲 这4种鼓励支付方式的 会计分录 因为很多同学 在学习的过程中 分不清这4种鼓励支付方式 甚至问怎么做会计分录呀 好 我们来做做啊 如果是现金鼓励的话 分配的过程 一定要用借利润分配 分配现金鼓励 然后代应付鼓励 此时宣告分配现金鼓励时 代应付鼓励 表现了一项负债 借方式利润分配的过程 实际发放现金鼓励时 借应付鼓励 应付现金鼓励 代银行存款 分配的结果要截转 那么利润分配 分配现金鼓励 这是分配的过程 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借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也就是使未分配利润减少了 这就是未分配利润 也减少了 资产也减少了 我们可以把其中相等的 东西给约掉 你看最后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来的就是 未分配利润减少了 银行存款减少了 好我们看股票鼓励 宣告时 贷应付鼓励 应付股票鼓励 借利润分配 这是分配的过程 分配股票鼓励 所以宣告分红 是一定有这么一笔会计分路 实际 偿付这项负债的时候 支付鼓励时 贷方不是资产的减少 而是所有者权益的增加 贷股本 贷资本公积股本一加 然后呢 把这个分配的过程 截转一下 使未分配利润减少 我们同样把相同的部分 给他约掉 你看留下来的是什么 留下来的就是 未分配利润少了 股本和资本公积增加了 这是所有者权益内部的 此增比减 好财产鼓励什么意思 借利润分配 分配财产鼓励 贷应付股励 应付财产鼓励 这是宣告鼓励 那偿付这项负债的时候 借应付股励 应付财产鼓励 贷库存商品 可能涉及适同销售 有销项税 好然后把分配的过程 截转使未分配利润减少 所以呢 把相同的部分 我们给约掉 那剩下来的是什么呀 好就是 未分配利润减少了 资产也减少了 但减少的不是现金 是非现金资产 这叫财产鼓励 好再比如说 负债鼓励 宣告时借利润分配 分配 现金鼓励 贷应付股励 应付现金鼓励 一开始没打算负债鼓励 你都没钱欠着人 你还分啥红 但确实是想分现金鼓励来着 但是该到分红的时候 没有现金了 所以贷应付票据 或者是应付债券 表现为一项负债 有一天偿付负债时 借应付票据 或应付债券 贷银行存款 最后把分配的过程 截转使未分配利润减少 所以呢 我们最后啊 最后 然后把这个 相同的部分 全部都约掉以后 其实就是未分配利润减少了 银行存款减少了 因为最后偿付负债 也会导致经济利益的流出 最后还是用现金去偿付负债 只不过是缓冲了一下的意思 这里呢 准备了一个练习 同学们练一下股票 鼓励的发放 因为这也是 财管当中的一个长考点 我们以这道题为例呢 可以再算一下 某公司发行在外 普通股股数有500万股 每股面值1元 目前市价9元 现在呀 每10股送两股 发放股票鼓励 并且是按照市价计算的 那下列说法中 正确的是 你看一共500万股 每10股送两股 那意味着股数要增加多少呢 500除以10是50 50乘以2是100 所以呢 增加100万股 A是对的 那未分配利润减少多少 按市价减少100乘以10 所以未分配利润减少1000万 所以呢 D也是对的 这1000万里面呢 100万 也就是 100万股乘以1块钱的面值 是增加股本的 所以股本呢 这里应该是增加100万 C是错误的 那1000减去100 那900万呢 增加资本攻击 所以呢 B是正确的 这道题ABD正确 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说说啊 股力发放的程序 相信在前沿的时候 同学们 还有印象 我对比了一个 股票价值 在中级和铸块的 出题方面 思路的一个不同 还讲到了 股力支付的程序 股力宣告日 是宣告 分红予以公告的日期 股权登记日呢 是指截止到这一天 在册的 这个名单上有的股东 就有权领取股息了 除夕日呢 是领取股力的权利 和股票分离的一个日子 除夕日是股权登记日的 下一个交易日 那股力发放日呢 是通过资金清算系统 实际分红的一个日子 要注意的是 股权登记日这一天的股价里面 是包含了股票本身的价值 以及以宣告单 上未发放的股力的 而除夕日的股价里就只有股票的价值了 因为你这时候再买股票 已经没有领取股息的权利了 所以从股权登记日到除夕日 股价是会下降的 因为其中插了一个以宣告单 上未发放的股力 同学们可以回看啊 我们第一讲里面 讲出题套路的时候啊 中级和铸块出题的一个方式里面 也讲到了股权登记日股票价值的评估 这时候股票的价值里包含了 股票的价格啊 价格里包含了价值本身 以及以宣告单 上未发放的股力 我们看个例子啊 比如说19年4月10号 上市公司呢 公布了18年度的分红方案 就发公告了 说我们4月9号开股东大会了啊 美股派发0.15元的现金股力 然后说股权登记日4月25号 那就是在4月25号截止这天 拿到股东名单了 啊名单上的人就可以领取股息了 除夕日4月26号 这是领取股息和股票正式分离了 啊然后说5月10号到25号之间啊 通过啊深圳交易所的交易方式 什么什么领取股息 特此公告 所以呢这里大概有个支付的程序 同学们了解一下知识点啊 嗯课程展望来说说哈 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介绍了啊 鼓励的政策啊鼓励支付的方式 还有呢鼓励支付的程序 嗯这是在先修班里 希望同学们了解的 后面在课程展望里面 我们会讲什么呢 鼓励支付方式里面 股票鼓励 现金鼓励 财产鼓励 负债鼓励 财产鼓励和负债鼓励啊 这是现金鼓励的一种替代 实物中很少使用 较多的是现金鼓励和股票鼓励 跟股票鼓励效果相似的 有股票分割 和现金鼓励相似的呢 有股票回购啊 股票回购也是多于现金的运用 那有同学说你多于现金 干嘛要股票回购 你直接现金分红不好吗 现金分红有惯性 今年分了股东 明年还等着分 而股票回购是偶然行为 不可能今年回购 明年还等着回购啊 但是他们怎么能够有替代方式 效果相似 我们以后在基础班里面会 啊两两做对比的 和股票分割相反的动作 叫股票反分割啊 股票回购相反的动作 叫股票的发行 要注意的是啊 反分割分割股票回购 都不是鼓励支付方式啊 是资本运作的手段 都是和上述鼓励支付方式 有相似或替代效果的 股票发行呢 这是一种长期筹资方式 我们后面课程展望里面 再做对比啊 好那这一讲呢 就是这些内容 那到这里 我们把财务管理的啊 内容啊 筹资决策投资决策 营运资金管理和 收益分配决策的主要思路啊 都给同学们介绍完了 那后面呢 我们涉及到财务管理的环节 我们在先修班里面 主要介绍的是财务分析 也就是常见指标的一个认识 好吧 我们下一讲再见